1,2,3,4,5,6,7 7个小葫芦 变 7个葫芦娃全部聚齐了 原来是今天的天气太热了 爷爷们喊他们出来呢 爷爷呢今天准备了冰棒 给葫芦娃们解解薯 解解馋都可以 那看爷爷准备了什么冰棒呢 橙子口味 橘子口味 抹茶口味的 草莓口味的 还有西瓜口味 这里呢还有草莓 这里呢还有一个圆的 香草口味的 有几只冰棒呢 1,2,3,4,5,6,7 正好爷爷准备了七只冰棒 每个葫芦娃都可以吃到冰棒哦 爷爷把冰棒全部发给了葫芦娃们 那葫芦娃们这时候起声对爷爷说 爷爷爷爷你的冰棒呢 哦孩子们你们吃吧 爷爷不能吃冰棒 一吃冰棒牙就会不舒服哦 葫芦娃拿着他的橘子味的冰棒来到爷爷的边前 爷爷爷爷爷 你来尝尝我的冰棒可甜了呢 爷爷不愿意吃 七娃呢坚持让爷爷吃一口吃一口 哪怕吃小小的一口呢 爷爷拗不过七娃还是吃了一口冰棒 这样呢七娃才开始吃到自己的冰棒 那其他的六个葫芦娃呢 看到爷爷没有冰棒吃 也把自己的冰棒分给了爷爷 当时